咦,又來到美食探店的時間 之前在三藩市華埠夜市 吃過客來上這款港式魚蛋 覺得非常之正味道,非常之港式 所以今天來到客來上店面的現場 位於三藩市華埠消防局旁邊 就是泡華街和百老會街的位置 除了港式魚蛋這麼正之外 我又看看客來上還有沒有其他美食 跟大家分享 講到港式魚蛋的話 看看它的招牌 我背後的招牌 港式魚蛋這個圖面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之港式 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客來上的美食 看到這條廣告 無論是魚蛋或者背景的顏色 都是相當之港式 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看看客來上除了港式魚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美食 馬上去片 入到店裡面,看到店裡面的環境 非常之整潔又大 現場也有很多零食 不過首先要試一試這個 就是港式魚蛋 因為今天也是衝著港式魚蛋進來 魚蛋到處都可以賣 到處都可以吃 但是要吃到一些真正港式的魚蛋 真的要來到客來上 因為經過華富夜市一試之後 覺得這個客來上的魚蛋 真的非常之港式 所以今天的美食探店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一煲煲熱辣辣的魚蛋之外 還有茶葉蛋 茶葉蛋的話 之前老闆說 這個風味也是相當特別 和相當漂亮的 接著我發現新大陸 就是這個 甜酸蘿蔔和甜酸豆角 大家也可以來到現場 買來試一試 地址就是 位於三伯市華富 POWER街露店 這個就是霸佬回街 其實就是華富消防高的隔離 紅當當隔離那間就是 哇 看到桌面這麼多款的美食 就是我今天要試吃的 自從上次在三伯市華富 吃過了客來上的港式魚蛋之後 簡直吃過了尋味 所以今天再次來到客來上的店 現場 再試一試這個港式魚蛋 熱辣辣 然後還有茶葉蛋 也非常之不錯 因為茶葉蛋它也是特別製作 那麼花了時間 我就訪問一下 老闆叫他介紹一下 究竟 為什麼這個魚蛋這麼正 這些魚蛋的製作手法 還有什麼手法進去呢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有人情味呢 還有這個茶葉蛋 咦 這些花紋都挺漂亮的 究竟是怎樣炮製的話 不妨就問問他 現在事不宜遲了 我要馬上試吃 不過還有一款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剛才進來的時候提到的 酸甜的蘿蔔和豆角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小食 其實還有一款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港式奶茶 因為他們的飲品也調得不錯 因為就是少量製作 所以出來的品質 就不同一些大量出售奶茶的店舖 所以味道方面 所以是特別之特別 還有 也有這個人情味在 現在當然要馬上試吃這個 就是港式魚蛋 很多狗餵了很久了 事不宜遲了馬上試吃 這個港式魚蛋 這一款比較彈牙 整體這個港式魚蛋 真的保持著這個水準 除了因為在山法市華布夜市 吃過這個魚蛋之外 其實來到現場吃 因為魚蛋就熱辣辣 所以出來的效果更加之不錯 試完這個魚蛋之後 花了時間 問一問這個 其實老闆究竟這些魚蛋 用了什麼手法去製作 可以做出來這麼正 然後我們的時間 就試一試這個 就是茶葉蛋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個茶葉蛋 煲得是非常之美的 還有我剝了一個殼出來 這個茶葉蛋裡面的紋路 非常之美 究竟怎樣可以做到這麼美呢 是不是說 煮熟了茶葉蛋之後 逐個逐個蛋來烤裂它 讓它的顏色可以這麼美呢 那就馬上試一試 當然啦 吃茶葉蛋的話 就比較容易確保 所以 特意 又試一杯 就是這個黑來想的奶茶 因為 魚蛋 港式魚蛋 配這個奶茶 和這個茶葉蛋 才是絕配來的 現在就試一試 就是黑來想 另外一個招牌的 美食招牌的 開胃菜 叫做 酸甜蘿蔔 豆角 究竟 味道又如何呢 我已經試過了 這個 這麼正的 港式魚蛋 和這個 茶葉蛋 還有這個 這麼特別的 酸甜的白蘿蔔 和豆角 其實除了這些美食之外 黑來想 也是特別 為大家 定制了一個 就是適合大家 週六日 或者是假期 外出去到 郊遊 爬山 去公園行 都可以 帶回一些 小食過去 也是一個 輕食 所以 這個套餐 就是 越南包套餐 是一個 組合 有一個 非常飽肚的 越南包 加上 港式魚蛋 還有一個 剛才提到的 茶葉蛋 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豐富的午餐 或者一個 下午茶 還有 購買這個 套餐的話 就有一杯 奶茶菜 整個組合才是 10.99元 11元 就可以吃飽肚了 還去哪裏 找得到呢 所以 如果大家 平時 出開來這個 就是華富的話 早上來華富 中午 去到 郊遊 就可以走上 這個 POWER街 這個 就是在大陸街 消防局旁邊的 下來上去 買這個套餐 中午時間 或者下午 去郊遊 去公園玩的時候 就可以帶上這個套餐 去到這個公園 一邊 就是 享受這個公園的 清新空氣 環境 也可以一邊 欣賞這個 美食 所以大家 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 這麼棒的套餐 整個套餐 才是 10.99元 所以 非常之划 大家 看到片 快點分享出去 Wendy 你的魚蛋 這麼棒 有什麼秘方 多謝 多謝 那些魚蛋 我選了很多種魚蛋 然後 才選用這個魚蛋 因為魚蛋 質量比較好 還有 它吃起來 很彈牙 還有 我自己選用 我自己用的 味噌汁 做魚蛋 很多人都說 是港式風味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多謝 除了港式魚蛋 這麼棒 茶葉蛋 聽說 有些巧妙 是啊 那些茶葉蛋 我用了很多工夫做的 因為那些茶葉蛋 首先 就要把蛋煮熟 就要 洗乾淨 煮熟了之後 又要 那些殼 就要撥爆 撥爆之後 然後做好那些 我自己被炸的茶葉 那要浸 浸 浸入味 才好吃 這個 柴蛋 呢 好 一點說法 比較好些 吃了 可以 對眼好 還有補醇 是用東南亞的味道做的 是自己被炸 我見到 這個聞露非常之美 是啊 還有聞露 每個人都說 你柴蛋有聞露 對 我花了很多工夫 哈哈 也是比較有技術性的 是啊 謝謝 哈哈